沈昭,我们合理吧 你是娶程若瑾还是娶别人,都和我不相关 沈昭眼里忽然划过一抹纠结 夫君,你先带着孩子出去 这里有我和周先生就够了 周先生,现在就动手吧 你们要干什么 表姐别紧张 我就是,借你的脸皮用一用 以后我就是沈家的上奶奶 平宁侯府的嫡女了 放心,我会好好活着的 不辱莫你侯府嫡女的身份 沈昭,你不能这样 我可以合理,你不能这么对我 此时的沈昭已经被程如锦推了出去 程如锦,这是在苏家,你怎么敢 我父亲呢,我祖母呢 他们知道不会放过你的 既然你都要死了 我也不介意告诉你 咱们两个说起来 算是亲姐妹了 我娘寄居在平宁侯府这么多年 终于要嫁给爹爹为妻了 还有那个过继到你母亲名下的嫡子 其实是我的亲弟弟 你死了之后 我们一家四口就能团聚了 你以为没有爹爹和祖母的准许 我怎么能在苏家生下孩子 又怎么能对你动手呢 还有,你和你娘的陪嫁产业 我们也不客气了 放心,我会给你多少点纸钱的 周先生便走上前 用力按住苏青鱼 锋利的刀子划破她的额头 顺着面部边缘一直划到下额 自拉一声 整张脸皮被掀了下来 鲜血淋漓 血肉模糊